其实问题都挺多的 我们先讲讲最新的消息就是 外电报道美国总统拜登 最快这个星期 就会宣布取消对部分中国货品加征关税 包括暂停征收服装和学习用品等的消费品关税 不过也可能启动针对行业补贴的新调查 或者提高科技等战略领域的关税 朱sir 你觉得取消关税的机会大不大? 还有这个消息对中概股又会不会理好呢? 我觉得取消关税的机会很明显是大的 因为其实我都之前在不同的平台里面去接触 我都说过其实在它通胀那边 主要都是不离是demand和supply的两方面 这个Paul我说过很多次了 它是可以通过加息去压抑那个demand 就是货物需求的demand的层面 但是在supply的角度来说 它就不是它所能够控制的 这个最主要是要看一些东南亚国家 还有中国那边 就是会不会是肯合作一下 或者是听一下话这样 互相去合作去解决这个 是关于供应链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是说其实现在是取消了 其实本身关税这件事本身来说 如果你是肯放下政治那个立场的 如果你是肯去取消或者大部分的 这些不必要的关税的话 其实那个通胀就自然是立刻掉下来的了 因为这个是涉及了那个所谓的 无论demand面和supply面 你都是立刻来说都有所概念的 所以我都觉得就是说 其实之前很明显是在不断铺路的 可能再之前那时候就不是由总统那边考虑了 可能是说低一两级的那些官员就开始呼吁了 或者一些民间或者一些有权威性的机构就会呼吁 不如你减了它 那么整整一下然后一级一级推上去 就推到元首那边都说 那我考虑一下 其实我用一个是一级一级这样的方式 是进行这个是所谓的挑战 那令到整个政治上的局面就好像说 这个是全世界都是这样想的了 不只是我总统一意孤行的 这个是全国所有的文革机构也好 所有的组织也好 当然是全美国人的意愿来的 我信应民意而已 这样就可以令到那个所谓的向中国屈服的 这个是所谓的政治的所谓的罪名 就相对来说是禁到最低了 那我都觉得它是这样 通过这些连串的操作 我觉得它是成功的 所以我也觉得如无意外 再加上这个消息出来 那我如无意外我觉得 它真的可能一个星期或者十天之内 其实就会宣布了去取消了 如果是真的 取消了的话 也都是对于 取消了的话 也就是对于中海股 股是有一定的情绪性的 是所谓的帮助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 是决定性的因素 如果是对于中海股那边 因为中海股那边 自己都要看回是所谓政策的监控 反正会不会继续放松 或者是坦诚相对的股份来说 由的低位已经大升了很多了 譬如说美团由的低位是升了一倍 那京东如果硬计算160元那个位计算的话 也是升了差不多是50%以上 是所有ATMS其实是只有70%的 所以大部分的股票已经是累积了一个比较大的清谷 其实你代入这个关税的刺激 可能都是一煞或者是冲一冲起而已 再之后就要看回那些营物面或者股市面 反而我觉得最后补充了一句 是对于如果是肯较少关税的话 是对于美国那边的股市 坦白说那个提振的作用应该是大的 因为美国那边基本上特别是纳斯打指数为首那些股票 全部都是重伤的 全部都震亡了 而且就是说在纳指的角度 刚刚那半年见了 原来纳指其实跌了29% 是差跌环球的股价 那你如果跌高这么大的话 其实最主要都是因为加息很狠 通胀解决不了而已 那如果你是狠去解决关税的话 其实是对于是这么伤亡惨重的美股 就提振的作用 应该我觉得suppose是会带港会一边